巴黎凯旋门高高树立在巴黎市中心 多年来它一直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表面上看它就是一座巨大的石头建筑 实际上它记载着法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为庆祝奥斯特利茨战役的胜利 1806年拿破仑宣布新建凯旋门 建造凯旋门断断续续经过了30年 终于在1836年7月落成 这座巨大的拱门结构建筑 造型宏伟 细节丰富 还有大量精美的雕刻和浮雕 凯旋门的下方是无名烈士墓 目前长明灯的火焰终年不息 每逢重要的日子 凯旋门会悬挂一面巨大的国旗 蓝白红三色旗在风中飘扬飞舞 凯旋门已经成为巴黎的标志建筑之一 在凯旋门四根巨大的门柱上 分别有四块著名的大型浮雕 声动描写了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历史 还深刻揭示了凯旋门的意义 成为凯旋门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第一块浮雕由浪漫主义的雕刻家鲁德创作 题目是马赛曲 以纪念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 第二块浮雕由古典派雕刻家科尔托创作 主题是庆祝美全宫条约 浮雕中的主角是拿破仑 还有为他加冕的胜利女神 第三 第四块浮雕由青年雕刻家埃特克斯完成 第三块浮雕纪念的是 在第六次联盟战争期间法军的英勇抵抗 第四块浮雕纪念1815年巴黎条约的地结 这四块浮雕中以马赛曲最为著名 浮雕中的自由女神像最引人瞩目 开右手持剑 左手指引着前进方向 在下方有一群法国志愿军人 一位号手正在吹响进军号 持盾牌和宝剑的战士们 有的呼唤战友 有的负重前行 其中 还有一位父亲带领儿子一起参加战斗 整座浮雕表现出当年的法国人民 在马赛曲鼓舞下 走向战场的动人画面 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 到1815年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 是法国历史上剧烈变革的时期 它不仅改变了法国 还改变了欧洲 影响了世界 凯旋门上的浮雕 用生动的艺术形式 概括了这段波兰壮阔的历史 它们不仅是宏伟精致的历史文物 还是了解法国近代史的生动教材 那边